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我每個月一次的新童Q&A環節 今集抽出了三位讀者,我跟大家分享 三位都值得大家參考 他們都有共同的評價,關於一些本身的代謝疾病 想知道是否適合新童 其中包括膽固性的問題,卵巢多狼的病 以及關於尿酸、痛風的情況,是否適合新童 大家是否都想知道呢? 我們就看看吧 首先第一位讀者,資料非常仔細 我跟大家分析他的個案 這位朋友可以公開稱呼K31歲的女士 160cm高,體重現在只有17kg 也有做運動,跟Youtube減肥等等 他是一個新童的新手 原來他很厲害 他面前成功由169磅,減到180磅 一個都維持52kg 他沒有新童 曾經low carbs加上斷食,減到最低是52kg 然後沒有low carbs 現在就不認識了 他就說了 不知道是否過了30歲之後 心情代值減慢 所以現在又重回了 一直都是每輩7kg 都想輕下去了 加上他自己也有PCOS 暖茶多狼症 所以只靠斷食 好像不吃東西 才瘦到這樣 開始氣餒 所以他就想試一下 K,我是極度鼓勵你 可以嘗試新童 其實新童這個方法 絕對是可以幫助到我們健康減充 特別就你的例子 知道你有卵茶多狼症 其實這個病徵本身就是 因為跟Youtube減肥有色色相關的關係 已經有很多研究顯示 患到多狼症的患者 都是有胰島素阻礦的問題 胰島素阻礦會影響我們 胳膜惡化這個病情 而這個病情又再度 惡化胰島素阻礦的問題 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會影響身體的代謝 變慢和特別容易胃 這也是一個殘応的事實 每一個患有這個病的人 都是很容易胃 他一增重就是增肢 減重就是減肌肉 很慘 一吃多就增加脂肪 想吃少一點 減肥、減重 怎料很容易流失肌肉 變成吃多就肥了 這個也能解釋到 為甚麼 你好像一定要斷吃 完全不吃 就輕 但吃多一點又肥 那生酮有甚麼好處呢 生酮正正就是 令身體很習慣性 用脂肪作為能源 令我們在有熱量赤字的情況下 但不是流失肌肉 而是食肌脂肪 即是燃脂肪 燃燒內脂 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感知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的研究顯示 所以身同飲食的方法 是可以改善移倒數狀況的問題 從而幫助卵巢多狼症 而我們熟悉症 在身同減肥內 已經有不少的個案 就是有多狼卵巢症的同學 找我們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最近也有一個個案 我們有學生親自分享 他再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真的說 病情是舒緩了很多 藥都可以減減 甚至是不用吃 而這個病情改善之後 當然同時間也減充 也滿身體健康 所以很支持你 你可以透過看書 或者看我的影片 當然也可以找我們 導師去幫你 進行新同飲食 我相信也可以幫你 減回你理想的態度 大家有沒有感覺 現在這個室環境完美了 我搬到新的Groom了 很漂亮 讓我帶大家參觀一下 其實已經籌備了超過半年 上個月終於由舊的健身室 搬到來 在歐視點102號這裡 這裡所有的設計 都是我們自己一筆一畫 一心一血地設計出來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而剛才拍片的地方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 這間房間 以後就可以有一個 舒服的工作室 平時幫大家量度 看資 聊天 還有拍片 第二個個案 就是來自一位 Catherine的讀者 年齡是49歲的一位女士 身高164體重健身 體肢32.1 有少少暴行的運動 新疼了3至6個月 她說和Bodyshack後 壞膽固醇和腫膽固醇 上升了 醫生叫她停止新疼 她有脂肪乾要吃肉 她說是不是真的要停 因為她新疼了4個月 她由65kg減到15kg 她的目標是想減多5kg 她是真的不想放棄的 所以就問我們怎麼辦 首先解釋一下 關於膽固醇的情況 其實我有兩段很詳細的影片 關於膽固醇是甚麼 甚麼是血脂蛋白 新疼是不是真的會 我發膽固醇的問題 原汗是甚麼 第二集是更加深的科學解釋 去教大家怎樣看 真正的膽固醇報告 而不是純粹在歐洲 很壞的膽固醇 而是再深刻地去計算 所以長期的計算方法 大家先去看這兩段影片 這就很詳細 所以首先第一部 Catherine應該去看這兩段影片 特別是第二段影片 拿這份報告來對比一下 自己去計算一下 看看那段影片裡 教你怎樣去分析 我的低密的膽固醇 究竟是屬於不需要擔心的情況 還是原來比較擔心的情況 然後再進一步的分析 這是第一步 第二件事就是要解釋給你 為甚麼 後來製作一些報告 好像真的指數高了 這段影片其實解釋了 影響我們心血管健康的 真正圓胸高糖的飲食 以及解釋了 新同飲食裡面的高脂飲食 反而是不令到 我們可以消炎 正確的飲食方法 令到我們抗發炎 管理是應該更健康才對的 但也有朋友會說 唉唷 新冠育之後 去讀報告 好像真的指數高了 為甚麼呢 原因也很清晰 科學解釋得到的 就是 Catherine在過去這三四個月裡 減了10kg 這10kg 其實有大量的脂肪 所以你身體有大量的脂肪 所以你身體有大量的脂肪 去排出它本身的脂肪 去哪裏呢 有部份會去你的脂肪 令到短時間內 低密度的膽固醇更高了 而知道 低密度的膽固醇 都是包含脂肪 它就是一個在體 幫我們運送多餘的脂肪 或者身體的垃圾去肝部 你減重這麼快的時候 身體就要排走 排走的時候 先去血液道 在過程中 就會令到你的指數高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量度會高了 因為你正正在於 急速減重的階段 但不需要擔心 因為當你的體重平衡之後 身體需要一點時間 去真正代謝 去排出所有的脂肪 你的指數就會變得好 所以我給你的建議 既然你都不想放棄 我當然鼓勵你不要放棄 因為我們深信 生肚癌食是一個健康的方法 現在你的15kg 雖然你還想減多1kg 但你現在已經不是很重了 你的身高來講 我建議你 安全起見 可以繼續生肚 但你不需要急於繼續減重 吃夠你的TDDD 但它的體重 你看著自己的膀 怎樣為之吃夠呢 你不維持著 都是55kg 或者慢慢減 你一段時間 之後 你實現了體重 那個數字就會變得好 這段時間 你的飲食方面 雖然生肚癌 我也記得 你多吃些蔬菜 特別是綠葉的蔬菜 例如是菠菜 西蘭花 這些 幫助你身體排毒 對你的肝臟好 也幫助你的脂肪肝好 同時 你在減肥內脂的時候 我相信你上去體驗的時候 脂肪肝的問題 都已經不得已改善 我們也有很多成功的個案 就是大家有脂肪肝問題 但是隨著它 體肢內脂減了 脂肪肝的報告也好很多 所以我都會支持你 用這個方法 繼續健康飲食下去 加油 Catherine 第三個個案 就是來自一位男讀者 這個男讀者 叫做David 現在是4X歲 他說他家人也有碰風的問題 他其實很需要新同 他都知道是減肥過一路的 但擔心會不會是新同 令到他尿酸增加呢 因為我也有聽過人說 身同要吃比較多的肉類 擔心會有療風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知道 什麼是痛風 和療酸和皮靈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身體太多療酸 排不到出體外 積聚在關節上 就會有痛風的症狀 就會關節不舒服 而再仔細推敲 為什麼會有療酸 因為是皮靈的中產物 轉化了 做療酸 療酸也有積聚在關節 而皮靈 很多人以為是否能吃肉類 原來有八成都是身為自己製造的 也有兩成 就是來自飲食 可能是內臟的食物 或者是豆類的食物 啤酒這些 會有比較多皮靈的成分 皮靈在身體經過分解代謝後 就會成為了療酸 而療酸正常來說 會透過療液排出體外 如果身體有代謝問題 或者是腎臟腐複合不到 沒辦法順利代謝 然後副架出體外 就會累積在關節附近 完成痛風的情況 當體內長時間療酸過多 就會形成血腥體不增臟 容易累積在關節上 身體會有疑問 會有機會導致腎結石等等的問題 由此得知 原來痛風最大的問題 並非我們吃了一些皮靈的食物 最大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人家可以正常吃這些 排出體外 我們不可以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因為身體缺乏了腎的功能 以及微量的素 其中包含很重要的質感 所以在進行另一個飲食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要大量補充加6月的蔬菜 有豐富的微量元素 除了蔬菜裡面的甲子之外 也建議大家大量補充檸檬酸甲 也可以幫助我們酸梅 排除不了尿酸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每天早上 一大杯的檸檬美食 這也是非常合格的 另外如果家人有腎石的病史 也可以補充維他命K2 因為缺乏維他命K2 也是飲脂生熱食的其中一個重量 如果一開始轉兩避這個問題 一些極多飄膩的食物 都可以先避開 例如抖類 以及耐躁 總結一下 所以身動飲食 初期身體未吃 有機會尿酸會微微升高 只要控制住這個情況 以及解決身體懂得排出的問題 多點補充我剛才說的微量元素 長久下去 通常一般債兩至六個月 這個情況還是有改善的症狀 為什麼 因為身動幫助身體改善了一個代謝 也容易解決這個問題 變成你就不用一輩子 都避開了一些有飄離的食物 而可以回復健康的飲食方法 今集集集了三個個案子的問題 如果大家聽完之後 也會有疑問 覺得你的症狀可以很高 或者你很想用心和飲食去減肥 有些東西很想問我們 歡迎在下方有pego form 貼皮仔的症狀 然後發問 今次拍片 我就用了一個新的神棍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看下去 很方便 今集說到這裡 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按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下集再見 拜拜 跟大家介紹我的新玩具 就是MOMAX VLOG系列的 幻彩直播補光燈 以及VLOG直播三腳架 他們說齊全這些直播的設備 就可以隨時成為KOL Hello 來到新Dream Room 我也有新禮物 今天跟大家介紹兩個新東西 就是我的腳架 以及自拍神燈 有了這兩個道具之後 就可以令到個人更美麗 可以霸佔神燈 現在就馬上打開給大家看 看得很簡單 我最怕就是看說明書 所以說明書 夠了迷你 不過我決定說明書也不看 聽說它很簡單 首先我們把它留開 這裡也解了鎖 按它留開 然後看著 完成 你可以把它站在這裡 挺簡單 那不要看它這麼迷你 它極度欠位就可以伸高 伸高 再伸高 咦 比我個人更高 好了 平時拍攝很少要這麼高 先選矮一點 這個可以做直播的時候 夾不同的電話 非常簡單易用 電話夾進去 已經可以漂亮 還可以調節 還有角度 這個就是神燈 它有26隻顏色 我們就試試它了 第一次用而已 開箱 這個燈 還不是扭下來的 扭好了 可以再插電話 放在這裡 哇 原來這個東西 你看 可以自動調節 非常之方便 現在可以夾上電話 調節高度 然後就可以穿 每一個顏色都可以調節 暗一點 還有光一點 然後還有26隻顏色 有暖色 有藍色 有彩色 還有彩色 以後跟大家玩YouTube 或者IG直播 就有很多不同的電話 好 正面 是 我們不見 我們不見 有一個 我們不見 好 我們不見 我們不見 我們不見